明述记第28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应献给我的贡物 就是献给我做新香的伙计的食物 要按着日期献给我 你又要对他们说 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伙计是这样 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每天两只作为长献的繁祭 早晨要献一只 黄昏献一只 也要献一公斤细面 用倒成的油一公升调和 作为素祭 这就是长献的繁祭 是在西奈山规定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为每只公羊糕 要同献一公升做奠祭的酒 你要在圣索中 把纯酒献给耶和华做奠祭 晚上你要献上另一只公羊糕 要照着早晨的素祭和铜献的奠祭献上 做新香的伙计献给耶和华 在安喜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也要献两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作素祭 还有铜献的奠祭 这是安喜日献的繁祭 在那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 每月第一日 你们要把繁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三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作素祭 为每只公绵羊 要献两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作素祭 为每只公羊糕 要献一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作素祭 这是新香的繁祭 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每头公牛 要献九两公升作电祭 每只公绵羊 献九一公升半 每只公羊糕献九一公升 这是每月当献的繁祭 一年之中 每个月都要这样 又要把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献给耶和华 在那长献的繁祭 和铜献的殿祭以外 正月十四日 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起 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献火祭给耶和华做繁祭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和七只一碎的公羊糕 都要完全没有残疾的 铜献的素祭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犊 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绵羊 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为你们赎罪 除了早晨的繁祭 就是长献的繁祭以外 还要把这些祭物献上 一连七日 每日都要献上这样的祭物 给耶和华做新香火祭的食物 是在长献的繁祭 和铜献的素祭以外的 第七日 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在出手日 即七七节那一天 你们把新素祭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把凡祭作为新香的祭 献给耶和华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碎的公羊糕 铜献的素祭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民羊 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你们赎罪 除了长献的繁祭以外 你们还要献上这些祭物 和铜献的奠祭 都要没有残疾的 这些祭物 除了